充滿小朋友歡笑聲 這不是兒童樂園 而是臺北的飯店 為了搶供暑假市場 史萊登特別與角落生物聯名 將時間客房搭造成動畫世界 從球池溜滑梯 再到淚露營地應有盡有 很開心啊 這裡很多間都有趣的 他們的工作人員都非常棒 就會在你 可能不在他們旁邊的時候 就直接下來幫你照顧小孩 給小孩完整的放電空間 甚至還有手作DIY課程 家長們則可以使用健身房 跟戶外泳池 方案一推出 就成功帶動住房成長 目前開賣第二天 已經提升了大概一到兩成的業績 聽過疫情衝擊 國旅讓飯店業績回溫 像是金華六月營收三點三五億元 年增百分之五七點九八 而國賓六月營收 更是年成長一點三倍 除了靠住房 更鎖定中秋黃金檔期 生活逐漸恢復正常 帶動送禮商機再擴大 菌月看好市場 在包裝上費盡苦心 月餅更是頂級 包含干貝 黑芝麻 核桃等四種口味 目標賣出二點八萬盒 整體我們希望要有至少二十Percent的增加 其他飯店也不遑多讓 原產目標三萬盒 年成長百分三十六點三六 已經銷售一空 而韓社預計三點五萬盒 W飯店更含出年增百分之五十一 即使通貨膨脹 讓月餅價格變貴 買氣依舊不減 飯店業把握市場 要將前兩年流失的業績賺回來 參選李明達方想看 接著